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宇明主演的古装剧《珠莲玉幕》于一日正式开播 首级热度便压倒了于书馨 丁宇希主演的《永涅星河》成为同时段冠军 剧组也是出了赵沃斯拍摄《潜水戏》份的幕后花絮 他为戏学会潜水 即使在寒流中打哆嗦 腿被胶石擦伤 仍敬业地完成拍摄 引发网友热议和讨论 敬业赵沃斯寒流下海拍潜水戏 在《珠莲玉幕》中 赵沃斯饰演的端午未采集珍珠 需要在水中进行拍摄 为了这一场戏 他可畏是下足了功夫 据剧组透露 赵沃斯在恒电最冷的冬天下海拍摄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从未喊过苦泪 即使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中 他仍坚持完成拍摄 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 幕后花絮中 赵沃斯在寒流中潜水的画面 令人印象深刻 他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 而动得直打哆嗦 而且不慎撞到胶石 导致腿部破皮流血 尽管如此 他仍坚持拍完 并安慰工作人员不要担心 展现出十足的专业精神 导演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称他像水中的小精灵 而工作人员则打趣地说他像小水塔 赵沃斯也幽默地化身 小海报鼓掌 缓解紧张气氛 发布会经剧评出暗示剧情走向 日前 赵沃斯和刘雨明出席了新剧发布会 两人一身黑的穿搭 展现出生成的魅力 在发布会上 赵沃斯的一席化成为焦点 引发了网友对剧情走向的猜测 他表示 剧本中端午经历的人生低谷 包括亲人的离别 商场的不顺和爱情的波折 让他感触良多 赵沃斯认为 大女主的经历就是得到和失去的循环 希望在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 给观众带来希望 此外 剧组也公布了刘雨明饰演的燕自经的人生剧本设定 父母双亡 生中剧毒 复仇为命 这一设定与赵沃斯的发言结合起来 让不少网友认为 朱连玉幕的结局 可能是悲剧收场 引发热烈讨论 甜蜜互动曝光展现好交情 在发布会上 刘雨明帮大家拍照时 赵沃斯怕挡到大家而蹲下 刘雨明立刻温柔的说 宝贝 这不用蹲 这一甜蜜互动也成为话题焦点 两人私下的好交情敬险 也让粉丝们对他们的合作更加期待 朱连玉幕的开歌 变曲得开门红 不仅热度高涨 还引发了诸多话题讨论 赵沃斯的敬业精神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以及他与刘雨明之间的甜蜜互动 都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随着剧情的深入 这对CP能否克服困难 迎来幸福结局 也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新进小花赵沃斯的最新一作《珠连玉幕》一经播出 便如同王乍般震撼登场 迅速攀升至人物热搜榜首 该剧改编自林芳宇的同名小说 描绘了唐初时期 一味采珠少女端午凭借自己的勤奋与智慧 历经重重考验 最终成为珠宝行会行首的励志传奇 赵沃斯 中国内地女演员 1998年11月9日初 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她毕业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明道大学 主修服装设计专业 并在校期间被誉为校花 赵沃斯以其清纯的气质和亮丽的外形 在网络上走红 尤其是在2016年参与录制的 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第二季后 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赵沃斯的演艺生涯起步于2018年 她在电视剧凤情皇中饰演拿雪云一角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随后 她在多部影视作品中担任重要角色 包括在古装爱情偶像剧 《我的皇帝陛下》 中饰演女主角乱飞飞 以及在传闻中的《陈谦谦》中的表现 后者使她获得了广泛关注 并凭借该角色获得第七届横店 影视文荣奖最佳女主角奖 和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突破 电视剧影员奖 在《朱连玉幕》中 赵沃斯的精湛演艺让观众 见证了她演技的飞跃性成长 剧中 端午赵沃斯是凭借对珠宝的独到见解 和过人智慧 赢得了燕子金流语凝视的赏识 燕子金不仅是端午命运的转折点 更是她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伙伴 她邀请端午加入自己的商队 展现了她作为商人的重情重义 与此同时 张静然唐小天士与端午之间的不解之缘 也为剧情增添了一谋亮色 张静然以其温文尔雅和博学多才的形象 总是在端午遭遇危机时伸出援手 两人的相遇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他们不仅是端午成长道路上的贵人 更是她成为珠宝行会行手不可或缺的助力 在剧情的跌宕起伏中 赵乐斯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 她将角色的复杂情感和内心世界刻画的淋漓尽致 使得端午这一角色栩栩如生 深入人心 赵乐斯的演绎不仅为珠莲玉木增添了无限光彩 也让观众对她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许多人对赵乐斯的认识 始于她在传闻中的《陈千千》中的出色表现 这部剧让她成功跻身一线演员之恋 她饰演的陈千千 以其活泼可爱 敢爱敢恨的形象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剧中 陈千千与韩硕丁与西式之间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欢笑与泪水 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近年来 赵乐斯的新作品不断涌现 其中不乏备受瞩目的佳作 在古装剧《星汉灿烂》和《月声沧海》中 她饰演的程少商 是一个从小缺乏父母关爱 受尽欺凌的角色 然而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韧 不仅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还在父母归来后 通过智慧和善良化解了与母亲之间的误会 最终和解 此外 她与少年将军灵不移 吴磊氏共同克服重重困难 携手成长 坚守正义 保卫国家 另一部引人若胜的电视剧《神影》中 赵乐斯饰演的水明兽阿英和真神之子古晋王安宇氏 因命运的安排而相遇 一同踏上寻找先缘的冒险之旅 他们并肩作战 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 赵乐斯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 阿英和凤尹十位同艺人 她的精彩演绎和对角色的精准把握 展现了她深厚的演技功底 赵乐斯以其多面低角色素材能力 展现了她演技的丰富层次 无论是青色能懂的少女 还是努力上进的职场女性 她都能精准捕捉角色的精髓 使每一次的演绎都成为演技飞跃的见证 我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赵乐斯的每一步成长 相信她将继续以她的热情和才华 为我们带来更多令人难忘的精彩角色 随着朱连玉幕的热播 关于剧情和结局的讨论也将持续发酵 敬请关注后续发展 一起见证这对CP的命运归属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杂丽 毕 Nature